你护法,唯陀菩萨救护持你。 作者,福安古观音阁。 如果学佛遇到障碍,可以齐请佛教的大护法,唯陀菩萨的加持。 这里讲个唯陀菩萨护法的故事。 浙江天同寺,有一年遇到了饥荒,普通人日子都过不下去,那寺院里自然也是僧多粥少。 虽然一天三餐改胃一天一餐,但大家还是鸡肠碌碌。 俗话说,法轮未转,十轮先转。 要修到,也要身安才可以。 那怎么办呢? 三四百号的人,都没有的吃。 方丈想起了维陀菩萨。 维陀菩萨不是有护持修行人的衣食住行的愿力吗? 然后他就前程跪在维陀菩萨前求,说,维陀菩萨,您一心护持,要修到人衣食无缺。 现在四僧都遇到饥荒,请您帮个忙。 感应感应。 就这魔祈祷完呢。 过了三天,有个财主就送来了一船大米。 财主说,自己在船上生病了,遇到了一个和尚,那个和尚救了我一命。 我要答谢他,他说他是天同寺,天同寺正缺口粮,我就把粮食运来了。 方丈想,天同寺的和尚莫有出去化缘呢。 那个财主来到维陀店一看,说,就这个相貌。 方丈才知道,哦,是维陀菩萨去化缘了。 维陀菩萨护持修道人,感应的故事很多。 维陀菩萨有这个愿力。 那我们用饮食衣服来供养给寺院,维陀菩萨就会欢喜。 这次大家布施上款买米给寺院,虽然你末有去过那家寺院。 但不要担心,功德不会丢失的。 因为维陀菩萨会记得你,下次你到他的庙,乃至于到庙方圆基石里的地方。 维陀菩萨都会来护持你。 一佛出世,千佛护持。 维陀菩萨护持修道人,护持寺院。 我们发心护持,那维陀菩萨就会护持我们,也让我们衣食无缺。 说起这个维陀菩萨,他可是转轮王一千个孩子中的最后一个孩子。 他哥哥都发愿成佛,他就发愿护持佛。 最后才成佛。 而且遇到饥荒,刀兵结,瘟疫,灾难时,维陀菩萨就会现身来护持修道人。 修道恩的道粮,全赖这位菩萨。 但你要真修行,他就一定护持。 如果假修行呢,他就要惩罚。 惩罚了以后,我们才能对因果起敬畏,对佛起恭敬,这就是维陀菩萨的愿力。 佛弟子心量大一些,多结缘,和修道人结缘。 这样以后修行才有道友,友善知识指导。 座位居士,最重要的就是护持三宝,护持修道人。 以前给孤独场者,就是护持佛陀,把黄金都拿来铺地。 唐朝时,安徽的闽宫,把整个山都给了金地藏修行,所以中国才有地藏道场,不仅是修道人的功德,护持的人功德也是不可思议。 可见护法,是多么的重要。 http-mallax-blog.cna.com.cn-s-blog 下华线74c34300101pj0p.htm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